就你說那個胖子 胖子 然後他也說好 什麼事啊 不是 我要讓他習慣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從交往的時候 我就已經說過他是大芝麻這件事 大芝麻 對 就是稍微有一點點肉肉的這樣子 對 也不是說屁股練到 是整個圓形的那種 也沒有 但是還蠻圓的 我們幹嘛聊他的屁股啊 不是 我們以前都很清楚 女孩子問說 比如說 我最近好像有點胖了 你都很聰明的知道 你絕對不能說好像有一點 對 一定要說怎麼 哪有胖啊 因為以前是這樣 可是現在我其實確實會直接說 我真的會直接說 所以你剛才說到 你老婆坐在你腿上有點重 也是講真的 是真的 不是啊 因為我覺得就是 大家都夫妻關係了 就已經這麼多年了 然後有些話就是直說就好了 你要拐彎抹腳 然後我一直騙你說 沒有啊 你看起來很瘦啊 不會啊 人間褲子 看起來OK啊 你不用騙 你只要不要講 不是 那不是真的就是騙啊 哪有 代替我好聽到 不是真的 這樣不嚴重了 你講得這麼慢 你肯不可以就直接 譬如說老婆問你說 你看我是不是變很胖 你就說 還好啊 沒那麼誇張吧 這樣也就OK吧 對啊 幹嘛還要說你真的變胖了 這個 什麼嘛 其實我以前有遇過一個 她真的就是這種 然後我跟她說 你愛我嗎 她就 我不知道愛跟喜歡差別在哪 我覺得我該有 然後我就 她說你能說得出來 愛跟喜歡差別在哪嗎 然後我說就是有啊 有差 你怎麼會問這個呢 然後但我又說不出來 你知道 我就說還是有一點不一樣 對 然後之後 然後我說好嘛 那我們再假設 如果你是愛我的 那你會愛我一輩子嗎 一輩子有國產 我們誰知道誰會活多久 她不敢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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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當個信口開合的人啊 我萬一跟你說 我愛你一輩子 我活不了那麼久呢 然後 而且之後 你搞不好就會覺得 我是背叛你什麼 所以我跟你說 我可以保證 我接下來這半年會是愛你的 但這就是 接下來這半年 半年 你那一部是 你是那一部連續劇的製作人吧 不是 而且我不想要以後 跟她拿出來說嘴 你當初不是說愛我嗎 然後怎麼樣 你當初不是怎麼樣 沒有對 可是她會這樣跟你講 你當初就應該不會愛上這樣子的人 對啊 你應該很快分手吧 但原本以為 後來就分了 因為就會覺得說 天啊 女生就是也是希望聽到一些承諾 好聽的話 然後你就都回這種 打情罵俏也是愛情的一部分嘛 幹嘛那麼真實 我怎麼可以忍受你到現在啊 她其實還蠻厲害的 但是我發現她慢慢的被我磨到 比較沒有那麼 要求那麼高了 她習慣了 結果你說那個胖子 胖子 然後她也說 好什麼事啊 我已經跟她認了嗎 不是 我要讓她習慣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從交往的時候 我就已經說過 她是大芝麻這件事 大芝麻 對 不是 但是大芝麻不代表她是胖 國外有一些歐美身材 我會覺得那算大芝麻 前兔後兇那種是不是 對 類似這種 所以跟小芝麻是不一樣的反差 但不是說她胖 那她幾公分 她170啊 那真的是 但是她確實是不像 她是練健身 練健身那種 也沒有 就是 就是稍微有一點點肉肉的這樣子 對 也不是說屁股練到 是整個圓形的那種 也沒有 但是還滿圓的 我們幹嘛撩她的屁股 對啊 不是你想要導向金剛巴比 這四個字嗎 你這麼想說她是不是就是那種 性感的很歐美的身材 我覺得她滿偏歐美身材的 就是她們兩個身材是很匹配的 對 要跟我站在一起 其實你不會覺得她 那你現在還會跟她說 你身材還滿性感的 會啊 還是會啊 生活中偶爾還是會透露一下 出去抓一下屁股什麼的 就是這一些 不要抓屁股 除了抓屁股 知道你會講什麼 話讓她覺得說 就是她會開心的笑一下 笑一笑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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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老婆 你今天皮膚看起來好亮 這類的 沒有 女生被掐屁股 什麼時候聽到什麼 你就說 屁股好翹 好有 對 好翹 好有肉 但我們現在的浪漫比較屬遠 其實可以不用講 不是這個 就是比較屬於那種 互相分擔 就是比如說她還在忙工作的事 眼看 晚餐時間快到 我說老婆你忙 我去煮晚餐 就類似生活上這種事 就是整個東西我都會弄好 你就安心做你的事